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近粮决战局已经无法挽回的情况下 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 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感 然而最终吉野号并未被撞成 致远舰连同北洋水师主力全军覆没 而日军在这场决战中竟一箭未尘 之后嚣张的在我国山东霸岛登陆 展开对中国内陆的侵略 从此以后吉野号成为许多中国人 对于日本海上力量的代名词 它给予中国人民的伤害是十分深重的 迟迟今日 随着中国的第三第四艘055型大型驱逐舰同步下水 中国海军在东亚第一海军的位置上 可谓站稳了脚跟 日本为了迎头赶上中国海军快速迈进的步伐 接连建造两艘满载排水量过万吨的大型驱逐舰 可谓针锋相对 今年7月底日本首艘万吨大区下水命名为摩耶 第二艘即将在明年年初下水 有消息称日本第二艘万吨大区将命名为吉野 日方此举可谓图谋不轨 当年北洋水师是名副其实的东亚第一海军 却出人意料地完败给了异军突起的日本海军 如今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 终于再次拥有了冠决东亚的海军力量 日本如果借题发挥 真的将新型驱逐舰命名为吉野 这难免让人觉得有挑衅的嫌疑 出现这样挑衅 与日本近年的国内现状不无关系 近30年 日本政界从首相到议员 一直没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脚步 自安倍上台以来 日本扩大自卫队规模 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 打着为日本国民争取更多权利的旗号 却让日本国民的情绪开始偏向右翼 这种行为大有复兴日本军国主义的苗头 不由得让周边的国家开始高度警惕 然而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到 日本民间依然不乏正是历史的有识之士 今年日本NHK电视台就罕见地公开播放了一部 揭露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历史罪证的节目 这部名为731部队的真相 经营医学研究者和人体实验的节目 一经播出就让日本网民炸锅 又一分子大骂NHK为日坚 而有些日本国民则表示身受震撼 日本政府应当低头反思 我们特意为您找了这部 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相关节目 由于画面过于残忍 我们将其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当雨军事回复731 看看日军侵华暴行的真相 到底有多么残忍